一盤盤創意造型壽司擺在眼前 你是不是也想闯一口呢 这家位于中和的寿司料理店 是两位兄弟辛苦打拼的结晶 因为喜欢餐饮 跑到台中拜师学日本料理 想把好吃的日式美食 带给台北人享用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好像什么工作都可以做 做那个也可以 做这个也可以 然后后来觉得好像 做吃的比较踏实 我跟哥哥当兵退伍之后 就有去台中拜师学艺 然后学成的时候 我们就上来台北开 然后觉得这寿司怎么那么的好吃 我们就想要把这种东西 带来台北给台北人享用 看到两个大男生 在料理台前忙碌的身影 你可能很难想象 把他们和店名联想在一起 老板说因为创业过程中 妈妈总是默默地付出鼓励着他们 因此想以妈妈来命名 这个学生实在攻读很辛苦赚了的钱 怕创业万一有点闪失的话 辛苦赚了的钱都成泡沫了 但是小孩子跟我讲说他们很有信心 但是看着他们真的很努力 很肯学习 我就值得很安慰了 各式各样亮丽的寿司料理 吸引许多掏课钱来捧场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高棚满座 可别以为两兄弟创业之路很顺遂 他们可是常常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不同口味 来满足不同顾客的味蕾 还买相关日本料理书籍仔细研读 顺自跑遍中永和地区发传单来推销寿司店 现在生意闯出好成绩都是辛苦得来的美好结果 刚开始是最辛苦的我认为 从刚开始的制作客人是否喜爱你寿司产品的程度 然后我们也是不断不断的经过这样子创意 然后做变化 然后慢慢接受客人的 慢慢客人接受我们的喜爱 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专注的神奇俐落的刀法 这做料理毫不马虎 每个步骤要求严谨 就是因为这份坚持的态度 让他们获得日本国际认证 合格寿司职人的殊荣 还在电影首映会上 展现专业的寿司料理和烹调手法 其实就是每天开店做同样一件事情 把它做到最好 然后要求到品质最好 拿刀的工作还有处理鱼货 还有包寿司 因为你一定要专心 要认真 不要有食材上有任何的问题 都要注意到 两兄弟现在有这么好的成就 也不会骄傲 反而用更谦卑的态度 去制作每道料理 用心对待每位客人 因为知道创业维艰 刚开始总是比较辛苦 因此常常提拔店里其他年轻人 也以栽培年轻人为目标 并且努力经营寿司店 在中和地区闯出好名声 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导